我覺得很多東西我們要繼續爭取和改變 我想我的爭取方法和你的爭取方法未必一樣 但事實上我也覺得所有市民都要留意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立法會應該屬於市民 不是屬於議員 亦不是屬於官員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現在多了很多禁區 秘書處解釋為何那麼多禁區 因為你要讓一些官員可以暢通暴阻去會議廳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以前我們的立法會這麼小 立法會的設計不是為官員而設計 如果去公公我一定會噴到一面屁 你都不會阻止那些人去議會 立法會的存在是為官員而存在 現在反而立法會大樓大了十倍 你說要多了很多禁區 因為怕沒有了通道去議會議廳 八樓九樓十樓跟官員無關的 八樓九樓十樓是我們議員辦事的地方 但是都是真的從門深鎖的 是吧 我是保護的議員 真的 我都說了 你忘記帶個嗲嗲 真是沒得過的 好像我今早上去開會 有一個可能是一些外面的人士來開會 是 他不敢去廁所走一走一走 他說我去完廁所我能不能進去 因為所有門都可以出 但進去就要嗲嗲的 所以整個大樓的設計 真的 我說像監獄 整個感覺是很像監獄 不過這個我們看看透過立法會內部 有沒有機會改善 但是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硬件的改變 那個軟件同時改變 整個文化都作很顯著的改變 我覺得是香港逐步沉淪的一個明顯的例證 我覺得市民要多些來立法會 還有要幫一些議員和官員 是要改變這一道 整個大樓其實都可以包容到社會 我不想這個大樓就是好像有些高貴的議員 還有一些很威風的官員在裏面辦線 還有一些市民就隔得很遠 甚至記者現在的投訴 記協都發了聲明 批評四大倒退 我真的覺得這個大樓是用來服務人民 不是用來服務議員和官員 我希望多些人民來 有些什麼不好和不方便的地方 我們就不斷要求和秘書處說要求改善 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我和秘書處反映 這樣不行 我知道今天秘書處都要和記者去談 有什麼方便的改變 令到這個新大樓的文化都可以包容一些和親民一些 希望你的方法可以改變到 否則很可能法國大革命 不像法國大革命那樣 要人民 好像當時法國那樣 最後要打破巴士的監獄 要出現這個情況 你經常都是革命的 你知道我不流行這些 你看那個 就是用你這麽熟女型 用你這麽高貴型的去推動 政府那些只是敷衍來的 這麽多年了 就是我們由這個 董建華年代已經提 喂 就是你那個社會很多深層次 我們那時候沒有用這個字眼 就是貧窮的問題 貧富懸殊的問題 這個經濟轉型 導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搬技術勞工面對苦困 新市鎮的居民 是吧 我2001年已經開始說天水為問題 2003年已經開始說東涌問題 政府完全是不聽的 特別那幾年是有財赤的政府 第一樣斬的呢 就是停建這個泳池 停建這個圖書館 第一樣斬的 2000年開始那幾年財赤 所以但是政府是完全不聽的 你跟那些這樣的司局長說 就是他就繼續享受 他就繼續享受 他完全是感覺不到市民的苦困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這個政府你不衝擊他 這些權貴你不衝擊他的話 他不會理會你的 他不會理會你的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好像覺得有些東西是兩體的 當然我明白你有個方法 你也有你的支持者去同意這個方法 但是我也有時候真的很慘 大舊在街上的人見到我 就說 嘩 為什麼你立法會這樣 也有很多市民因為這件事 就說立法會的民望越來越低 議員又沒用 只懂得擲東西 所以我們又不支持他 那就好 他們不支持我就支持你 不是的 那我們可以兩條腿走路 就是人民力量就抗爭路線 你做什麼呢 就是都有 你真是老實實 你做什麼呢 對整個我們社會上爭取民主 都有些影響的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但是同樣有一幫激進的 就覺得你繼續這麼溫和去講 根本就在這裡溫水煮話 那民主運動就分開兩部分 你知道那個力量就小了 你說起就是力量 你人民力量和社民年 其實路線都一樣 但是你又要分裂兩個 路線思想都不同 這個不是今天辯論的範圍 政治路線兩條腿走路 你看回當年馬迪路德金 帶領的民權運動 當年美國都有黑炮 那你那條腿不要這麼罵多 我們那條腿可以嗎 我們那條腿可以嗎 我們那條腿可以不這麼罵我們 就是我們罵過那些嘛 Peter 拿那本書仔過來 永遠沒有罵過你們 就是我們跟 我夾在中間都很慘 你不應該去中間 就是我們是罵這些嘛 人民力量撥亂反正 是吧 2011票債票償 踢走保皇黨 制裁民主派 不過這是另一個議題 講回議會的發展 剛才你也提到 硬件軟件的改變 這個軟件的改變 是影響了整個香港 就是傳統的價值 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你也好 公民黨也好 都是很著重 要不然就不會 要捍衛外傭的權力問題 就是基本法列明那個 就是大家公平平等 那個法律的關係 我們要捍衛法治 我們覺得每個人 都應該有權利去法庭 這個也是基本法35條 所保障的 每個人都要有機會 可以拿到法律的資訊 法律的代表 這個其實是 基本法35條 所保障的權利 那你不可以說 就是有些律師 他代表一些人 去做申訴 或者做私人覆核 那這些律師 就是幕後黑手了 搞亂香港了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在衝擊法治 不得已 你想想 好像國內很多維權律師 有些維權律師 他可能幫助一些 你覺得是不值得幫助的人 有些人覺得很值得幫助 有些人覺得不值得幫助 那你是不是說 維權律師 是不能 不要愛了 社會就會維穩 也不行 那你每一個人 就算他做了什麼壞事 被人控告 或者他有些什麼冤情 你覺得他不是冤情 他都可以去法庭那裡申訴 那當然有律師代表 那你說律師代表 那些人就是 就是幕後黑手 這方面的倒退 這個倒退 不單止是某些報紙的評論 譬如文匯大公 我們預料了 現在很多不止文匯大公 包括一些所謂過去親民主派的報紙 在這個法治的觀念那裡 都明顯在倒退 再加上政黨 特別是立法會有些大黨 另外政府 政府一些高層的官員 都是用同樣的手段來打壓 這些基本法治的權利 這方面連串 你看都是一個集結力量 政府牽頭 跟著其他保皇黨的聲援 跟著這個左派的報紙 更加是煽風點火 再加上透過民建聯核心的組織 再去成立一些衛生組織 又在這個 衛生還是衛星? 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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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未必一定是衛生的 衛星的 衛星的組織 就是又在這裡推動 在這裡扭曲事實 在這裡醜化 公民黨和你們有關的人事 這些情況其實是回歸之後 香港的核心價值 逐步消失的象徵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從政不是一定是說 各種東西都是一定是 大多數的意見 就是一定要跟著的意見 亦都有很多時候 你要堅持一些很重要的原則 等如剛才你說馬丁路德金 他堅持當時 其實很多客人都覺得 運動是他覺得很憤怒 要走一些硬的事 但你對這方面的發展 你的憂慮是多強的 我的憂慮其實是很強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不只是你說這些力量 亦都有些市民 香港的市民也是 譬如他看外傭案件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聽到有些誤導的說法 就會覺得 死了 香港陸沉了 來拿了我們的福利 所以就要反對 但是我們很努力地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司法覆核 其實根本不是等於所有的外傭 都有居港權 這些聲音其實是很難出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傳統的報紙 都不是一定出到的 電視更加出不到 政府更加是剛才你說的 也有很多你說的衛星組織 例如我天天上街 神操晚年去叫麥克風 派單張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站在你旁邊 就說 簽名反對外傭 居港權 他一句說話 就等於你所有的政綱 等於你所有做的工作 事實上也是很容易會誤導了一些市民 所以這個是幾令人憂慮的情況 其實大家想想共產黨你就知道 或者想想中央最討厭的是什麼呢 律師 你講的是維權 打壓就是維權律師 所以什麼時候都是針對公民黨 至於香港的核心價值 特別是法治 可不可以得到保留 以及會不會逐步衰退呢 我們休息回來 再跟余韻薇談談這個問題